哈喽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东老师的直播教学现场 公开直播教学 近来的同学可以先跟老师say hi 试看下你的留言是否可以操作正常 OK 然后也可以让老师知道声音跟画面是否清楚 诶 等下我看一下画面好像有点没着 我给他调一下 大家也可以尝试留言一下 OK 留言是非常重要的 等一下大家如果对于老师的讲解有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透过留言来发问的OK 哈喽 Lidia Shelly 还有Maggie Welcome to the public live session tonight 大家今天还过得好吗 哈喽 修俊 你好 OK 然后呢老师也会鼓励大家可以准备一本笔记本 OK 随身携带的一本笔记本 等一下老师会讲到一些重要的一些语法的重点 还有可能一些单字的意思 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就是留言 留言不了 可以记录下来的OK 你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参考回这一些啊 你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内容的OK 哈喽 Jasmine Ernest OK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啊老师欢迎大家可以分享这个直播出去 然后呢分享之后你可以tag两个朋友在这个留言当中 OK只要你分享了 然后你再tag两个朋友进来 然后呢 你就有机会获得一个神秘礼物 老师会抽两份OK 然后会寄到你的家去的 alright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分享这个直播 然后tag两个你觉得也需要一起学好英语的朋友进来咯 大家中了吗 是说大家中了吗 大家冬节快乐 大家中了没有啊 不管是中吗 还是食中 哈喽 Annie 李平你好 Jean Ong Pei Good evening Annie OK 方方 哈喽方方 欢迎来到我们的公开直播教学 OK 然后等下老师就会跟大家讨论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 啊 这一个画面上的这一个主题 也就是呢 我们在职场上常会犯的五个英语错误 一些是大的 一些是小的 可能我们不自觉都已经犯了可能 好几年了 OK 所以今天老师就会点出其中五个 在职场上工作方面常会见到的一些 啊英语的错误 OK 所以的话呢 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先分享 这一个影片 然后呢 先吃一粒种子 然后再tag两个 啊好朋友进来 OK 只要你分享了 这个影片 然后你tag两个朋友 啊 老师就会 就是会抽出两个幸运的同学 然后把一份 啊礼物送给你的 OK 会直接寄到你的家去 Hello Judy Good evening Hello Jamila Jamila Hello John Leho Hello Good evening Hello Hello Jeannie You Annie 端午节快乐 感谢Annie tag 小婷 感谢 鲜浪 Hello鲜浪 平时的有comment老师的影片的 Hello 鲜浪 你好啊 端午节快乐 Jean也是 Hello Jean OK 所以呢我们即将正式开始咯 Hello Hello K风 方方 John Oh Kuchin 超爱Kuchin Hello Lean Good evening 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 OK最后的呼吁 大家可以就是 啊分享这一个影片 然后呢也可以tag 两个朋友 你觉得也是想要一起学英文的朋友 一起进来 啊学习咯 OK你只要分享 然后tag两个朋友进来 你就有机会获得一份礼物 老师就会抽两份 然后会直接寄到你的家去的 OK 所以呢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 JENSEC 后一期了哈 所以今天的这一个主题的话呢 是职场上采犯的五个英语错误 OK Hello Judy 你好啊 OK 所以呢 OPLINE开始咯 我们会用就是 啊问答的环节 就是老师会给 就是一个错误的句子 然后再给一个正确的句子 然后再讲解 但是呢 在这一个之前 在这一个之前 Hello Paybin Catherine 雷侯呀 端午节 Fylog啊 OK我们 来看一些啊问题啊 在我们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先就是思考一下 你是否有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第一个呢是你在 可能你在啊工作的时候 你在写啊 email回复email的时候呢 你会很烦恼 就是英文的语法的方面 OK 就那些啊 grammar 或者更加细节一点叫tenses 那些啊 时态 好像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正在是 然后现在完成是 过去完成是 这些 OK你在写email的方面 会不会有这些烦恼呢 OK And then 或者你在跟啊 你的公司的人啊 不管是老板啊 还是你的啊客户啊 同事 如果你有需要用到英文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你在 可能你的脑里面有那一个idea 但是你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表达出来 是否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呢 第三个呢 是你在开会的时候很多啊很多可能你想要提出意见 或者你有一个idea 但是呢 每个人都在就是讲着用英语来开会嘛 你就会很担心说好像你怕啊可能你的发音啊 或者你的啊语法甚至有同学会觉得语法不好 或者是你的用词 OK 这些你会觉得好像我自己都好像不是很够 所以我在开会就算我很有想法 想要给一些意见哦 你都会不敢开口 OK Hello Jaclyn 和Puan Leong 你好啊 感谢Lin Tag朋友 还有Gini Hello Gini Ne No gay ne Hito Halo 你好 OK 然后呢 如果啦你都有面对这些在职场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 恭喜你今天来对地方了 今天呢老师会带大家 OK 透过一小时以内的时间来带你认识 我的猴旁瑶 脚尔 职场上常犯的五个英语错误 OK 所以最后最后 欢迎大家可以分享这个影片 然后呢也可以tag两个 你觉得也想要一起学英文的朋友进来 你就有机会获得一份礼物 老师会抽两份 然后寄到你的家去的 OK So Halo一起一个了 第一个的话呢 OK 是 OK 先给大家看错误的句子啊 OK 这个错误的句子呢 是 You will receive the goods until 2pm on Friday You will receive the goods until 2pm on Friday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take your time 慢慢的去想一下 消化一下这个句子 你觉得这个句子它的那个错误在哪里呢 OK 感谢 感谢Lin找Yam Team 感谢Lin tag朋友 Hello Winnie Tan 你好 Angie Hello Hello 5点了 你好啊 好久有没有见 Hello Yi Sun 感谢你tag朋友 好的 OK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句子 它其实有一个小错误啦 不容大家有没有就是发现 哦 等下 这里的comment有一点小慢 老师会看大家的 那个 回复的 OK 大家的留言 在给你们知道那个正确的答案之前 Hello Hello Chi Kyung 你好 所以这个句子呢 其实它是讲 你将会在这一个 星期五 OK 星期五的下午两点 收到那一些货 OK 所以 可能这是一个你给 supplier 或者你给你的同事知道的一个 提醒 OK 所以你们觉得啦 这个句子它有一个 它的错误在哪里 OK Maggie是received 有一个D在后面 OK D在后面的话呢 可以是一个past tense OK Nice Hello Alex Sook June Buy 2pm on Friday Nice 整句都答出来 Very good Hello Florence Hello Lou As 给其他同学也是可以 就是尝试回答一下 OK 错不用紧的 我们全部都在从错误中学习 OK 然后呢 你回答了过后 老师就会给你知道 给你知道 那个正确的句子是什么 然后 也会给你讲解 为什么 他错 OK Hello Chai Yun 你好 今天是我们的公开直播 教学 所以呢 欢迎大家可以就是分享这个直播出去 然后同时也可以tag 两个或者三个朋友 OK 就是tag tag买那些 你觉得他们也想要一起学英文的朋友一起进来 只要你分享 然后你tag朋友之后呢 老师就会抽出两个幸运的同学 把一份礼物寄到你家去 OK Hello Karin Hello你好 Vicky You will be received the goods at 2pm on Friday Nice 每天 等一下 any is at 2pm on Friday 每天是 you will receive your goods on Friday 2pm Alright Hello Wilson 你好啊 OK 正确的答案呢 其实大家都感觉好像是 发现这个until有点 有点问题 对不对 其实 大家发现那个错误 是 是对的 那个错误是 就是那个错误了 OK OK Lin You will receive the goods on 2pm Friday Hello 孙聪 你好 Hello MC Leong Good evening 好 正确答案呢 其实呢我们只要把until 换成buy 把until 换成buy 大家有用过buy吗 buy一个时候 你可以buy一个日期 buy一个时间 OK 所以这个buy的话呢 它跟until 它是有差别的 可能大家比较熟 until或者till 它的话呢 是直到的意思 OK until或者till T-I-L-L 它是直到 直到一个时间 OK 所以我们看一个例子 We are working until 5pm this evening We are working until 5pm this evening 所以这里的话呢 就是讲 我们将会做工到今天半晚5点 所以这个是直到的意思 你也可以放till T-I-L-L OK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红色的句子哦 它就不适合放until OK 因为呢 这里我们要讲的是 你在一个时间之前 OK 最迟在那个时间 你一定会 OK 你会收到那份 那份 我要讲礼物 就是那些货物 OK 所以这里呢 比较正确的是用buy buy的话呢 大家可以记起来 OK 如果你有一本记录不是很好的 buy的话呢 我们是用在 就是那些deadline 好像那些截止日期啊 或者一个 就是在那个日期 或者那个时间之后 就不可以了的 OK 截止日期或者时间 或者你可以用 华语比较简单 叫最迟在 最迟在两点 拜五的两点呢 你将会收到那些货 OK 所以这个buy呢 它有这样的意思 so 另外一个例子啊 please submit your report by next Friday please submit your report by next Friday 这个的话呢 也是给我们知道 next Friday下个星期五 就是一个截止日期 最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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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可以在下个拜五 拜六的话你就 假辣了 OK 所以next Friday 就是你的那个截止日期 最迟在这一天 你请你交上你的报告 OK submit your report 所以这个buy 大家记得 在工作方面哦 它就是 专门用在 你要 当你要表达一个 截止日期 或者一个时间 你要最迟在某个时候 做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敢敢用 by OK 大家可以 稍微记录一下 然后也可以消化一下 在我们进入下一个 句子之前 哈喽 Karen 只会 Vicky 你好啊 然后呢 老师也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可以就是分享这个直播 然后呢 也可以tag两到三位 OK 你觉得 也想要一起学英文的朋友进来 你可以tag在comment 然后呢 只要你分享跟tag朋友了之后 对不对 老师就会抽出两位 幸运的同学 然后呢 会把一份神秘礼物 寄到你的家去的 OK 哈喽 Pike Yan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公开直播教学 OK 今天老师会跟大家 那讨论五个在工作方面 常见或者常犯的一个 一些英语的错误 OK 好 接下来哦 第二个 哎呦 第一个都讲到这样 啰嗦 OK 第二个错误的话呢 是这个句子 大家可以就是 描一下 扫描一下 这个句子 它错在哪里 OK so the sentence is i'm afraid but he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later OK i'm afraid but he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later 所以 大家 你们觉得这个句子啊 的那个小错误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一个 这种类型的句子 就是你要给 好像你要给对方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 你可以用这个 i'm afraid 开头 就是我担心 或者我怕 什么事情会发生 呀 你就给对方知道 呀 你要讲的话 是会让他有点担心的 哈喽 林林 你好 每天 but 不完利用也是but but 所以是把but 拿掉对吧 Vicky but changed to may right Maggie without but but OK 大家记得这个 对 Ernest No need but 这个BUT 它的发音其实就是 好像有点 B E B But But OK 大家不要念成好像 but but 的话呢是另外一个东西 OK Annie without but E Without but OK Mandy Hello Mandy OK 所以 大家你们 多数同学都觉得这个but 要拿掉啊 OK 对了 大家很好 所以大家你们在用这个 I'm afraid 的时候哦 你们就不会放but 在后面了对吧 OK 正确的话呢 其实就你只要直接讲那个句子就好了 I'm afraid he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later I'm afraid he will not be coming for the meeting later 所以这个I'm afraid 它是直接把你所担心的事情加在后面就好了 你不需要放but OK Lin I I am afraid OK 加多一个M I'm afraid he might be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later 这个might be able的话哦 就是 他有可能能够 就是我怕他有可能能够来出席那个会议 如果这是你要表达的意思的话是OK的啦 或者你要放一个not he might not be able to OK 或者 he might be unable to 那个able前面讲一个un OK 你的句子很好 I'm afraid that he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the meeting later 对 等一下老师会解释这个 OK 首先呢大家记得啦 如果 你要讲 I'm afraid something may happen I'm afraid someone may do something OK 就是你I'm afraid 后面你放人啊或者一件事情一个物体的话呢 你直接就放下去就好了 不需要放一个but OK 好像这一句 I'm afraid I don't agree I'm afraid I don't agree OK 我很怕 我不同 他的这个怕不是真的是那种怕知道吗 他就是好像有点客气的讲法 比起你讲I don't agree 这个的话呢就有点太直接 如果你加一个I'm afraid 对方就会 好像你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是让他 就是准备好去好像 可能你要反驳他 可能你要不同意他 这个I'm afraid 他不是真的怕 他是那种 让对方有一个心理准备的一种讲法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啊 就能讲的 这个I'm afraid that 是可以的 I'm afraid that OK he may disagree I'm afraid that 你要放that 是对的 OK 但是你不能够放but but的话呢 在这里是不对 或者你可以用that OK 你也可以不要that 两个都可以 I'm afraid he may disagree 也是可以的 OK 所以大家可以先啊小话一下这一个这一个小错误 OK Hello Josie OK I afraid he might not be able to attend a meeting later yeah I am afraid 那个啊 I后面放个am I am afraid OK Nice sentence OK so 大家如果你要语本笔记本哦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很鼓励大家语本就是啊随身携带的一本啊小小本不用很大本啊就是你平时啊你有一些可能啊你就是要记录下的一些英语单字啊或者一些啊语法不确定的地方啊或者这一个直播里面你想要记录一些语法的重点之文啊 之类的这些啊OK就是让你之后你可以随时参考的一个啊一本小记录部呀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哦OK所以老师鼓励大家这样做可以记录这一些啊语法的重点啊生字的意思等等的哈喽容容有吉雷猴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教学现场OK今天的话呢是五个老师会跟大家讨论五个啊大家在职场方面常会看 看到的那个英语的小错误OK一些可能不是很小啦一些是很小的错误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啊欢迎大家可以分享这个影片给其他想要学的啊同学你的朋友也可以就是Tag两个朋友进来一起学习OK只要你就是分享加上Tag两个朋友的话呢老师就会抽出两个幸运的同学 把一个神称的同学把一个神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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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物寄给你OK 哈喽Jason 哈喽Yanny 哈喽Yanny OK let's move on to number three 第三个错误的句子啊大家可以描一下啊 excuse me OK这个字很常见很常见在工作的时候你 很大可能性会用到这个字啦 哈喽Yanny We will discuss about the new marketing strategy We will discuss about the new marketing strategy 所以 Everyone 大家可以就是browse through下这个句子 OK你可以spot the mistake 你觉得哪一个 字 或者哪一个单词 哪一个词汇 OK是不对的在这个句子里面 哈喽Vyolin No about Lidia No need about OK Oh Ernest On Discuss on OK Nice 其他同学呢 Winnie Without about 好 同学都讲 就是多数同学都讲 要把about拿掉 哈喽Jane Jane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Seok Jun Discuss on the new marketing strategy Strategy 哈喽雪莲 晚上好 端午节快乐 今天呢我们会讨论五个 工作方面 常犯的英语错误 OK 老师会尝试用 最短的时间 把最有用的内容 传达给各位的 OK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 帮忙分享这个影片出去 然后也可以tag两个 也想要一起学习的朋友 进来咯 OK OK 所以 OK Lin We will discuss the new marketing strategy All right 所以也是同意把 about拿掉 对吧 Judy 大差 about 就是把about拿掉 OK 好 大家都 诶 市场策略 OK 这个marketing strategy marketing是市场嘛 strategy的话呢 是策略 所以两个字的话呢 是市场策略 所以 Hello Jesse 你好 Jesse 对了 大家都很好 OK 答对 我们要把about拿掉 OK 你后面你不需要放on OK 等下我会解释 为什么discuss后面呢 你不需要放任何的preposition 这种字哦 我们叫preposition 就是放位词 OK 等下我会跟你讲啊 so 正确的句子呢 是 we will discuss the new marketing strategy OK 所以这个是对的句子啊 没有about 因为呢 OK 原因呢 就是 discuss 本身这个字啊 它就是 talk about 它的意思就是 talk about OK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someone OK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K 就是 你们在讨论什么东西 在讲着什么东西 所以 大家可以记起来 这个discuss的话呢 它本身就有 about的意思在里面了 所以 如果你讲 discuss about something 就是 talk about about something 所以 有一个about 它是 多余的 OK 所以 正确的表达呢 就是 discuss something discuss the new marketing strategy OK 别的例子 别的例子 OK we will talk about this at the next meeting we will talk about this at the next meeting 我们会在下一次的 会议当中 才讨论这个东西 OK 然后呢 如果 你要换成 discuss 你就不需要 放个about 在后面了 OK so we will discuss this at the next meeting discuss this 就好了 讨论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 discuss 这个字 这个动词 这个动作 老师相信 在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很常 讲到 或者是 写到的 对吧 就是你要讨论东西 OK 所以大家可能 可以记录下来 Hello Penny Vicky Wi Emily Hello Wendy Nuru Lashikin Hello Hello Welcome to Live Sesy Live Saya Alama 今天 我们来说 5 Common English Mistakes At The Work OK At Work 我们在第三个 OK 在第三个出了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记录你们的那个重点 然后呢 也可以 就是如果你有些疑问啊 你对于老师 你对于老师的讲解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都欢迎你可以用留言来发问的 OK OK 好 Let's move on But before that 老师相信哦 在座的各位 OK 都有就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OK 共同的目标 就是呢 想要在英语方面 不管是口说或者是写的方面 OK 来进步的 OK 所以的话呢 老师先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啦 我们就是平时可能讲华语啊 或者是方言比较多的同学哦 如果我们想要进步英语的口说 对不对 其实最好的方法啦 大家都懂 OK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有那一个 可以让你讲英语的环境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那些 他们讲就是英语 感觉好像我们讲华语这样流利 因为他们就是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嘛 所以那个环境就会造就我们的那一个语言的程度 那个表达能力方面 OK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环境 但是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这一个环境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做的东西 首先 你想要有那一个自信 信心 OK 让你自己 你想要相信自己 你可以达成这个想要进步口说的这一个目标的 OK 你想要有那个信心 但是呢 你如果单单有信心罢了的话 你是不够的 OK 你还要更加在这个信心建立更多东西 怎样才可以让你有信心的去表达出来呢 OK 也就是当我们有好的基础的时候 基础啦 就是那一些foundation或者fundamental basics这些东西 OK 当你有好的英语的基础 自然的 这个就会给你信心去开口嘛 对不对 所以所谓的好的基础是包括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就是语法咯 这些grammar tenses OK 之类的 第二个的话呢 也包括了我们的vocabulary 就是单字量 我们要讲啊 要讲或者写 多或者多样话的话呢 其实单字就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OK 我们的单字越多 我们就越容易表达 我们想要讲的东西 对不对 最后的话呢 好的基础 也包括你的pronunciation pronunciation 就是你的发音 OK 如果你的发音的话 是清楚 对不对 清楚 然后让对方可以听得懂 我们先不要讲那些什么地道的美式发音 音式发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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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一个 老师所谓的基础发音哦 所以你的咬字清楚就好了 然后你的这个清楚 可以让对方 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好 OK 他都可以听得懂你的英文 这个就够了 这个就是我们沟通的目的嘛 对不对 沟通的目的是要让对方 明白 get到我们的意思 而不是要去 就是好像炫耀 我没有什么口音 不是 这个是沟通的目的嘛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有好的基础 自然的 你的信心就会跟着来了的 在你讲话 讲英语方面 OK 然后呢 相信有一些同学 也是 OK 很想要进步书写方面 因为呢 在工作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要写写写写 回信回信回信 回email的 对不对 对不对 OK 然后呢 书写方面的话呢 相信大家可能 比较遇到的烦恼了 OK 比较 挣扎的部分了 就是这个语法咯 OK 语法 就是那些grammar啊 好像一些 时态啊 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正在进行是 未来完成是 现在完成是 过去完成是 这些就是语法的方面 还有一些很 冷门的语法 OK 这也都包括我们在 都包括在书写方面 如果你想要进步书写的话 语法 你是逃不掉底 OK 因为它就是这个英文的 那个基础 OK 你发现那些哦 语法很好的人哦 他们在写方面哦 他们可以用多样化的 那个句子来表达的 不会死死就是一种的 I want to eat a cake I want to eat the cake 不会的 OK 他们有不同的 各种各样的 那个 那个句子结构 来表达 因为他们会玩 那个语法嘛 所以这个就是在 你在书写方面 要进步的话呢 你必须先掌握 这个东西 OK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也少不了 我们的单字咯 OK 你要表达东西 你一定要用到 适合 准确的那个单字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东西 不管那 我们要进步口说 speaking 还是书写 或writing 你都离不开这个东西 语法 语法 因为语法就是 我们 这个英语 这个很高的建筑物 OK 这个building的 那个根基 如果你的根基够稳的话呢 你上面的楼 你要建 再高都好 它都 会很稳 不会倒 因为你的根基稳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语法的话呢 它就扮演这个角色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哦 大家 大家先谋逢黑啊 不要看到那些 ing啊 ed啊 alarm 就 讨厌 不要头痛先 OK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呢 语法这个东西 它 看起来好像很难啊 看起来好像很乱 很多 但是呢 大家今天要记起来这句话 它是学得玩的 学得玩的 只要 你有一套对的方法 方法很重要 不然的话呢 你就 东学一点 西学一点 OK 一下学 一下没有学 这到头来你还是 一场空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大家记起来 语法啦 它是学得玩的 OK 只要你有一套对的方法 然后呢 老师 东老师 英语课堂里面 有一个 OK 就让大家先从这个语法的基础 OK 慢慢开始掌握的一套终生的语法课程 这个语法课程的话呢 老师相信是适合各程度的人的 各程度的学生 因为呢 老师会从最基本的到中级到高级的语法 只要你可以就是掌握你平时 OK 会用到的那些语法 基本上你在英语的表达 不管是梳洗还是沟通方面 你自然的就会变得更加有信心了的 OK 所以 除了这个终生语法课程 对不对 我们学英文 不可以只是学语法嘛 对不对 那个只是基础罢了 所以呢 老师也考虑到这一点 就会让所有加入这个课程的同学 会有一整年 OK 365天 一整年的全年直播 让你在其他的英语方面也一起进步 OK 其他的英语方面呢 好像单字量啊 发音的部分啊 或者那些音标啊 国际音标啊 或者那些英语的Phoenix 那些速读法啊 看到那个字你就会念啊 这一个的话呢 好不晒了一个 OK 这些的话呢 都会在全年的直播 跟大家分享 OK 这个终生语法课程 只是 一个部分 全年直播是第二个部分 OK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就是 就是先 go through 这一些从 就是 接近一年吧 OK 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在这个课程里面 持续不断的学习的一些同学 他们所给的一些反馈 OK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就是 仔细的看一下 OK 老师这个课程是否 就是适合 就是想要进步英文的你的 OK 这个是我们的 YJ同学 OK 非常 connected的一位同学 然后呢 第二个同学呢 也是很紧 OK 是平时如果啦 他错过那一个直播 对不对 他也会 看回那个从播 我们的直播的话呢 是不会拿下来的 在那个会员的群组 OK 一直都会在那里的 OK 如果他missed out的话呢 金春同学 他也会就是 看回 从播来学习 然后不会的话呢 一样可以直接问老师 OK 留言 在那个直播留言问老师 OK 这是第二位同学 的一个小见证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是言行同学 OK 也是在直播方面 就是不断的学习的 也透过那个语法的网站 让自己的那一个 基础更加的强 OK 所以呢 如果 OK 你想要就是加入这个课程 或者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按这个 WhatsApp的link 三个里面 小助理 你可以选一个小助理 然后去询问这一个 课程的更多的内容 OK So 大家 我们先深呼吸一下 RELAX OK 最后两个 HOLD FIRE 给大家 一眨眼就过了 OK 再加上语法 这个东西是学的玩的 OK 所以呢 老师会让大家 多 就是了解 另外两个 在课 那个工作方面 常犯的英语错误 OK 这是第四个 Hello Penny OK 这个句子呢 是这样子的 Would you mind to send me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gain? Would you mind to send me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gain? 所以 Everyone What do you think is not correct with this sentence? OK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 你觉得 什么字 是不正的呢? OK 告诉我 是在留言 你觉得这个句子的错误在哪里呢? OK 可以留言 告诉老师 等一下我们一起讨论 OK 不用怕你 就是 答错 没有问题的 OK 没问题的 我们一起 从错误中学习 OK Any without again Nice OK 好 不好意思啊 感觉这个 这个有点在 那个 shaking 应该是 感动 应该OK OK 应该没有大的影响 OK 其他同学呢 你们觉得 这个句子的错误在哪里? 我觉得它是 不大不小的一个错误吧 人家还是听得懂的 还是听得懂的 你这个句子 如果你写这样子 对方还是听得懂的 但是如果你要 你追求的是那个专业程度 或者你追求的是 别人对你公司 对你本身的那个专业印象的话呢 这个时候 你就要注意这些语法用词方面了 OK OK 其他同学 Hello Sukin ignore again 把again拿掉 Ernest resend noise Jacqueline sending Hello Jacqueline Lin Would you mind sending me Alright noise Hello Jesse Law Lao Me Ken Liu 你好 OK 正确答案呢 其实 有一些同学已经答对了 OK 就是呢 Lidia No need again Nice try OK 正确答案呢 是我们要把这个to send Excuse me OK to send变成sending 所以正确的句子呢 是 Would you mind sending me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gain OK Would you mind sending 把Ruberto OK Would you mind sending me OK 这个的话呢 大家可以记起来 OK Sukjun Nice try resend 这个mind 它是介意的意思 So Would you mind 就是你会不会介意 OK 你会介意就是再发多一次 again send again 就是resend的意思 OK 所以你可以再发多一次 那个survey 那个调查的结果给我吗 这里的话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哦 mind 是介意 OK 介意什么东西 介意一件事情 OK 的话呢 那个事情 大家记得 我们只可以用 ing 也就是我们的 Jaren同学 OK Jaren 我们只可以用Jaren 动名词 也就是 ing结尾的动词 OK So Would you mind sending 不是to send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 语法的规则 OK mind 后面 只可以用ing OK 表示介意 什么东西 别的例子 Would you mind helping me with this email Would you mind helping me with this email 你介意帮我 就是可能 帮我看啊 帮我send啊 或者帮我翻译 这一份email吗 OK 所以的话呢 记得mind 后面只可以用 ing helping helping OK second example Would you mind coming in a little earlier tomorrow Would you mind coming in a little earlier tomorrow 明天 OK 你介意 早一点点来吗 OK 我要给你一个surprise 明天你介意 早一点来吗 所以的话呢 mind 后面记得 只可以放 ing mind coming 不是to come OK 只可以放ing 你也不可以把它变成原本字 come came comes AA OK beto 只可以用ing mind 后面只可以用ing 这就是它一个fix的grammar rule OK 大家可以记起来 给你一点时间消化一下 或者 你要照 你平时会用到mind的句子 给我 也是OK OK 你也可以在这个 留言这边 照一些 你会用到mind的句子 OK 老师可以帮你check一下 Hello Beejin Tracy Leho Vini Hello Vini Welcome 今天的话呢 是东老师的这一个 公开直播教学 会跟大家讨论 你在你的工作的时候 常会看到的 五个英语错误 OK 一些大错误 一些小错误 所以的话呢 今天这一个小时 OK 大家不会白来的 你一定会学到一些 你之后都会用到的一些 英语的表达的 然后呢 老师也非常欢迎 大家可以把这个直播 就是分享出去 然后也可以tag两三个朋友 OK 四五个 六七个 OK 想要学好英语的朋友 你把它tag进来 两个也够了 OK 只要你分享这个直播 然后你tag两个朋友进来 你就有机会 赢得一份神秘礼物 老师呢 会抽两份礼物 然后呢 寄到你的家去的 OK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分享 还有tag朋友进来 大家可以淋碟一下 我淋碟一下 扣客 Would you mind calling me after you OK OK Nice one Annie Would you mind calling me 你可以讲 When When you are free When you are free 当你有空的时候 OK When you are free 当你有空的时候呢 你介意 打给我吗 Nice 其实你放 After you are free 也是可以啦 就是可能还可以等一下咯 他有空了过后 等一下 OK 有空了过后 才打给你 So After you are free 记得多一个R在那边咯 OK Nice one Annie So guys Let's move on to No.4 No.5 OK 好 第五个句子 我们来看咯 错的呢 是这一个 I would like to inform That we have accepted Your proposal I would like to Inform that We have accepted Your proposal So everyone 你们觉得这个句子 错在哪里 你是否在你的 Email的时候 有见过 或者你用过 这样的句子 但其实它有一个 小错误 OK Yeah 这个错误 它 不太会影响 对方的 那个 理解能力 对方还是明白 你要讲什么 但是如果你想要 就是 真的是 比较专业的表达 或者是让对方觉得 你的英文很顶 或者不要影响 你的自己本身的 那个 或者公司的 Image 都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特别注意 这些语法用词方面了 尤其是在写的方面的 OK Excuse me Hello Joyce Franches Leho Ernest Informed Vicky 也是Informed 一滴 Seok Jun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accepted your proposal Nice Annie Judy 都是Informed 一滴 OK 好 正确答案呢 其实呢 嗯 有同学答对 OK 就是Informed 后面我们要放一个 人物 Informed Someone Informed You 所以大家记得 Informed这个字是通知 通知 如果啦 这个Informed 它是被用在 被当成一个动作 OK To inform Someone OK To inform my boss To inform you 的话呢 OK 它被当成一个动作 通知 后面的话呢 你一定要放通知谁先 OK 你一定要放那个 被通知的人 所以 所以 正确的句子呢 就是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accepted your proposal OK 所以这里要放一个 You才是对的 所以它整句的意思呢 就是 我想要通知你 我们已经接受你的 那个议案 你的提议了 OK Proposal 提议 所以I would like to 是很客气 很有礼貌的一个 我想要的一个表达 OK I would like to OK 好 我来看 就是解释先啊 在我读大家的留言之前 所以大家记得 Informed 这个字哦 通知 通知某人 那个某人哦 那个人物 你一定要放在后面 OK Inform you Inform us Inform the manager OK Inform the new colleague OK Inform someone 记得放那个人物 在后面 通知 别的例子 We informed him About the progress Last week We informed him About the progress Last week 上个礼拜 OK 我们通知了 关于 那个 进展 Progress 是进展 OK 上个礼拜 我们通知他 关于那个 进展 OK 所以 Last week 上个礼拜过了 所以我们要放 Informed 加上 ED OK Past tense 所以大家记得 如果你的 Informed 它是被当作 通知来用 通知某个人 OK 你就要放那个人 在后面 Informed him Informed you Informed someone OK 记起来 就是通知的意思 进展 OK Second example I Have you Have you informed Our partners About the new project Have you informed Our partners About the new project 你已经通知 我们的 那个 队友们 Partners 伙伴们 关于那个 新的计划了吗 OK 所以呢 这是一个问题嘛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它也是把 Informed 当成 就是通知 一个动作来 使用 通知谁 通知我们的 Partners 所以大家记得 Informed Informed OK 通知 那个谁 是一定要讲出来的 OK 你不可以就是 叼住 OK 就是好像 Informed that 不可以 OK 这个是通知 的动词 被当成动词 来使用的时候 大家记得 一定要放那个人物 在后面 通知谁啊 那个谁 是很重要的 好 我来看你们的 comments 大家也可以消化一下 或者你们也可以 就是记录一些重点 在你们的笔记本 电话里面 随时可以参考回 OK 感谢 感谢 violin tag 朋友 Hello Harmony Welcome Lin I have I have the pleasure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accepted your proposal OK 或者 如果你要用 pleasure 这个字啊 就是 是我们的 荣幸 这样子啦 It's our pleasure OK I-T apostrophe s It's our pleasure to inform you that OK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accepted your proposal OK 你可以换成 It's our pleasure Hello Kua qi tai Le ho wa Hello Net 你好 Hello Chin Chin Vicky Mi Kian Hello Hello Mi Kian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we have accepted your proposal Yes Mi Kian Good Question 这个的话呢 就是老师 其实老师 刚刚一直有强调 当我们把inform 当成动作 通知一个人的时候 OK 你才需要放那个人物在后面 但是如果是 Mi Kian 的句子 Please be informed 这个informed 它是 好像 请你一定要去 被通知的一个状态 就是请你要知道 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 Please be informed 的那个informed 它不是一个通知的动作 它只是叫你 OK 你要记得 这样的意思 请 你要记得 OK 所以这个的话呢 这个informed 你后面你可以放that OK 就是 请你记得 记得什么 that we have accepted your proposal OK 所以刚刚老师强调的就是 只有当inform 被当成一个动词来用的时候 你要去通知某个人 你一定要讲出那个某个人是谁 OK 这是大家要记得的 只有当inform是动作 它的意思是通知 通知的时候 才需要放那个人在后面 OK Ernest live every Friday night OK Ernest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公开直播嘛 所以的话呢 是可能一两个月会有一场咯 但是时间还是不定的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想要就是了解更多 关于我们这一个课程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哦 就是for所有的学员啊 所有已经加入了的学员 每一次的by 2跟by 6 晚上8点半都会准时有直播 OK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星期会有两场 类似这样子的直播 会按照不同的主题来 就是跟大家讨论的 OK 一些发音啊 一些单字啊 一些语法啊 等等的 所以的话呢 是for就是 学员们的咯 现有会员的 已经加入这个课程的 会员 就是会有这一个 一个星期会有两场的直播 然后呢 会长达一整年的 OK Yeah Ernest Yeah It's our pleasure 对了 Lean 然后呢 Ernest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你可以按这一个 这个live的那一个 上面那一个 caption 那边有三个 WhatsApp link 你可以选一个 就是来了解 这一个课程的内容 OK Annie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been received OK Good sentence Annie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I have H-A-V-E OK I have received 就好了 I have received your email 不需要been 因为 been 它是被的意思 been 它是被 两个人是be开头嘛 所以你用been的话呢 其实它是被的意思 不需要我已经被收到 你要讲的是 我主动收到你的email嘛 对不对 所以是I have H-A-V-E I have received your email 就好了 OK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公开直播的五个这个职场上常犯的英语错误 OK 所以大家最后最后 OK 除了带走这五个错误之外啊 不是错误了 五个学到的东西 OK 五个正确的那个句子之外呢 大家也要记得 OK 这一个语法的话呢 它是学得完的 OK 然后呢 就是 这个课程 OK 老师就是有在 就是提供这一个英语的课程嘛 这个线上的英语课程 它主要呢 有三大重点 它有三个大重点 OK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刚刚老师就讲的咯 就是那个 你可以随时到这个语法网站去上的这个语法课程 价值499 哎 谋着心 谋着心 等一下 听筛心啊 这个 终生语法课程 OK 它价值499 是其中一个重点 然后呢 如果你加入之后呢 第二个重点 还有那一个 刚刚我跟Ernest讲的 就是那个全年补习班 每一个星期会有两堂课 不同主题的 就算你现在加入 你还是可以看回之前的那些直播 你还是可以学到你想要学的一些英语主题 所以的话呢 你是不用怕你miss掉什么的 OK 因为每一次的那个直播的主题 都是一个全新的主题 OK 当然有一些是连贯性啦 但是 you know 就是 不同的 OK 全新的主题 这样子去跟大家讨论 一起学习的 这个呢 多达104场的 这个直播课呢 是价值899 OK 然后呢 全年 第三个重点 这个 好点 你 每 不是每一年 你在一整年当中啦 OK 你可能 平时 你遇到一些英语的短句的问题 OK 好像一些30个字 以下的一些 可能你写email啊 写信啊 或者你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句子 你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它什么意思 或者你不确定一些语法的 那个表达方式 你都可以在这个第三个重点 这个support group里面 问 OK 这个是价值499 某早心 某早心 不要吓到 这个全年的配套总值是1897 对吧 我的算数没有错啊 1897 但是 但是 如果你在今天或者明天报名的同学 OK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就是 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随时随地 只要你有手机 你有网络 你就可以看直播 重播 你随时想要就是发问一些短句的语法问题 OK 或者你想要就是啊 有空的时候都可以到一个语法的网站 慢慢去慢慢去学好你的语法的基础 只要你想要达成这一些你的英语的目标 你在今天或者明天报名这个课程的话呢 你不用1897 你只需要899 OK 另外再送你两本 明发一个ebook OK 第一本的话呢是speak out speak out confidently OK 12个很有效的方法 让你在不同的情况下 可以开启一段对话 不管是你跟你的新同事 不管是跟陌生人都好 OK 这是一本免费的ebook 只要你在今天或者明天报名 这个课程的同学都可以获得 这个第一本 还有 第二本是这个 125句精选日常英语口语 让你30天里面呢 在不同的英文的场景之下 OK 可以更加有信心的讲出来 OK 这是第二本免费的ebook 所以想要获得这两本ebook的同学 可以就是加入我们的这一个课程 OK 好 希望你呢 在 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个分享上 OK 有学到一些新的内容 然后呢 很重要的是 大家要就是学以自用 OK 不要就是 好像还是没有信心这样 大家你学了过后 你要去杠杆写啊 或者是去讲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可以知道你还欠缺什么 你还不够什么东西 明白吗 这样子的话呢 你再知道了过后 你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去学那些 你不够的东西 好像你可能觉得 Preposition 有超烂的那些 on or off to on or buy 我全部不会 很乱 你懂了过后 你就可以针对性的去学这个部分 只有当你去用出来的时候 你才可以发现你自己不够什么地方 OK 所以去使用出来是很重要的 OK 好 所以希望大家已经有学到新的内容 看你们的留言 然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同学 欢迎你点击这个 live的这个 上面的一个whatsapp link OK 在Caption那边的 Yeah 感谢Lin 感谢你的到来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night 感谢Lillian Hello Lillian Judy Teacher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I will be absent tomorrow 阿拉妈 准麽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关系 OK 你可以看回那个replay 然后你看replay的时候呢 有不明白的地方 还是一样可以问的 OK 对你楼西 我好终于一个support group 对了 Yeah 希望大家在每一天 就是你得到了老师的那个回应之后 你在写啊 讲方面你就会更有信心了 OK Hello Suki Kiko 买这两本ebook啊 没有关系 只要你加入了这个课程 对不对 老师就会免费送杯 OK 只要你是就是现有的学员 OK 感谢Boon Sim 德仙老师PM你啊 Buan Leong Momantai 感谢Annie 感谢你们的到来 感谢Yu Chin 感谢Seok Jun Violin 没问题 没问题 Judy 你可以看回那个replay的 OK 这个的话呢 也是可以看回replay 如果你刚刚敬爱的同学 OK 欢迎你可以看回这个重播的 OK Yeah 所以大家继续嘎咬 然后如果你想要了解 这一个实用的英语课程的话呢 欢迎你点击上面 那个Caption的 WhatsApp的按钮 来了解更多 OK 虽然我还是会错 老师自己本身 有时候发音啊 或者在写的时候啊 还是会有 犹豫的时候的 所以错是很正常的 重点是 我们在错了之后 可以去学起来 之后尽量避免 之后你可以提醒自己 就是尽量少犯那个错误 Yeah 都是 You know 你学习的那个过程 都是一直在 犯错 学到 犯错 学到 所以错误是没有东西的 OK Hello Chilin OK 感谢Judy Good night to you to everyone 所以我们 希望课堂上 可以见到大家 OK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按我们这个 WhatsApp的按钮 OK 在上面的那个 Caption那里的 OK Hello GC 欢迎你可以看回 这个 重播 See you tomorrow Annie 感谢孙聪 See you tomorrow 感谢Ernest 感谢你的到来 希望这个分享 对你有帮助 OK 感谢 CD Hello CD OK 我找过了 太穷了 一个 OK 欢迎大家 来了解 这个课程 只要点击 上面的WhatsApp的按钮 Bye WhatsApp的link 不是按钮 一样 Bye 我找过了 早晨啊 大家 take care take care stay safe